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天气 蓝天没有白云 一会儿呢 吃完早餐 要回去那个装修那边的那个办公室 因为要开个会 因为我也挺久没去那里了 因为那边我不想 因为接近疫情嘛 我也是很少上去了 那边 因为那边比较塞车 我比较没那么喜欢去那里 所以呢 大家一会儿有开个会 上去 吃饱了 就上去那边跟他们聊一聊 好久也没看到一些人了 好像还有多了 几个新的成员了 顺便去跟他们哈喽一下 好了现在回来 这个装修这里 也好久没过来了这里 因为他们想要重新的装修过自己里面收拾一下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是停止了 先把外面的工作给搞定先 其实我们这里呢 有两间一间是在这一边 另外一间是在对面 因为我们有几组人嘛 我们有做那些办公室的装修也是有做 人家里的也是有做 所以我们有分开两边不一样 可是还是可以公用啊 两个地方 到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公司 这里 进来 这就是我们 每天在这边办公的地方 谢谢 因为刚才在那边呢 也是 不方便拍摄 里面刚才在开会的时候 因为有些东西细节 比较比较什么啦 所以 很多很多工人都 在家办公 因为现在政府鼓励全部在家办公啊 最少50%的工人要在家里办公啊 所以没办法 只剩下那几个 反正他们都是画图的比较多啊 在外面跑场的 那几个也是在外面的 现在来到了这一间 在东部的 这边是一间比较老的房子 哇塞 刚才把一些砖给搬上来了 因为那送砖的人只是送到楼下 所以有两箱 哇顺便给他搬上来 轻而易举 哎呀这个这个锁 好难开啊 嗯 怎么不准呢 OK 开了开了 好了我们来到这一间 呃 四房室 这个是一间比较旧的四房室 哦 大概有四十几年了 现在在市场价呢 大概是在四十出万吧 四十出万 应该还剩下五十多年的 屋龄啊 你看一进来 这个客厅就已经好大了 旧款的屋子 好就好在这儿 它的那个客厅啊 那些位置啊 都好大 啊 客厅 好 那我们走进第一个房间 第一个房间呢 这就是第一个房间 这老旧的房间就是好 好在它的那个位置好大 你看 他们就算已经安装了一个壁橱 那壁橱也是好大 然后这个位置空间 可以放一个双人床啊 还可以放一个双人床 你放个单人床的话 旁边还可以放一个 小孩子的那个读书桌 啊 然后屋主也把它的那个 那个佛西林啊 天花板也做了 啊 你看 它的灯 它看起来很漂亮 我往第二个房间走 这里就是第二个房间 也是一样 这边 旧式的房间 旧式的屋子好就好在这一点 房间的体积会比较大一点 你可以摆个双人床也可以啊 单人床也可以啊 还可以摆个读书桌啊 小孩子啊 这边有一个储藏室 这一个储藏室 这储藏室也不小 还挺大的 这个不是防空好 旧式的没有防空好 这些是一个储藏室来的 可以放一些架子啊 储藏的一些 堆了一些 你所要放的东西 也放在里面 OK 储藏室也看完了 那我们就接着来主人房 这里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房呢 他把他的那个衣柜呢 坐在那里 然后呢 应该是把床放在这一边 然后电视机啊 还有那些东西都已经要 到时候要组装在这边上面 他这样做的好处呢 因为房间够大 所以他做的好处呢 是什么 他隔了一个 所谓的衣帽间 所以呢 当你这边厕所嘛 这里就是厕所 这个厕所呢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刚刚好 真的是刚刚好 你看 冲凉的在这一边 上大号的 到时候洗手 洗脸洗漱的 全部都在这 刚好你冲了凉 出来的呢 就是这里 拿衣服啊 什么东西都方便嘛 对吗 外面呢 也没那么容易看得到 看得进来 这里呢 我们往外走 这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房的这个厨呢 他做了两边的门啊 这边可以开 啊 你可以从这边拿东西 也可以从那边拿东西 有些东西啊 啊 这样就方便 好了 介绍完了主人房 我们往外走 去厨房 厨房大致上还没组装完 那个壁厨 还有一些是在这边的 还没组装完 应该是要等那个煤气的来 然后这一间呢 他的厨房也是很大 这个屋主呢 好好地利用了整个空间 就是说 左 右 都上了这些壁厨 所以他到时候 很多那些 储藏室啊 可以放东西啊 你看 这里 全部都已经放上 这些 这边整排的壁厨 都在这 到时候这边也是一样 整排的壁厨 然后 这里呢 就是洗碗的 煮的应该是在这一边 煮的应该是在这边 然后这边后面呢 他隔起来了 这边就是放洗衣机啊 的地方 所以看起来比较干净 又好看 然后这个 到时候这个 垃圾 因为垃圾槽是在里面嘛 新加坡的 旧式的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 把垃圾丢下去 到时候他做了一个门 盖起来就看得比较好看了 还有呢 就是这里 也是有个 到时候有个洗碾盆 洗漱的 早上的话 有小孩子啊 可以在这边 洗碾刷牙也可以啊 来看了这个厕所 这个厕所 是虽然是有点小 可是还不错 最起码 呃 该有的都有啦 要冲凉的在这里嘛 那个上大号的 然后那个洗碾或洗漱的全部都在外面 上面呢也是装了一个热水器 这种热水器 这种容量比较大的 比较好的 然后你看 他已经把这个洞已经开好了 到时候会有一个换气扇 OK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不要再重复了 大致上每一次我拍摄的时候 我都有很强调的这个东西 这个四方式呢 其实他的那个布置很好 因为这个屋主也是把很巧妙的用了整个空间跟我们的设计师一起设计了出来 左右都有很多那些空间给你摆放啊或者收纳柜 然后呢 到时候这里就是那个吃饭的地方 吃饭桌会摆在这里 好了 我们先往客厅 好了 我们来到客厅了 这间屋子呢 大致上呢 我们他这边装修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地板啊 电线啊 那个水啊 那些管子啊 还有 厨啊 还有空调啊 门啊 这些全部都是重新再弄过的 还有油漆啦 油漆是一定会要有啦 还有这个天花板 对你看 你注意看他们的 这个墙壁很滑 重新再弄过的这些全部 所以以前是有一点凹肚不平的 我们现在中心的在粉刷在弄过 所以它变得很滑 看起来很漂亮 因为四十几年的屋子嘛 哪里可能会这么滑 对吗 还有屋主把这个屋顶也给弄了 所以看起来很漂亮 你看得到它的差别在这里 有一个大概是五到六寸 降低了五到六寸 这个屋顶 这间屋子呢 我们也是敢在这个月底之前呢 能尽量的看可不可以交屋子啊 因为还有一些柜子啊 要组装上去啊 还有门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些小小样的东西啦 再跟它弄啊 尽量啊 因为最近也是很忙啊 很多地方都不缺人手嘛 是一点啊 我不用一直在在讲说切人手这东西啊 因为现在每一场工都在赶 赶着尽量的快点看可不可以 把屋子给交给屋主了 有些时候要有一点耐性啊 没办法 因为最起码要把它东西做好才可以 才可以把屋子交回给屋主嘛 对吗 不可能说做了一些 还留了一大堆的首尾 不可以 这我们一贯性 我们不习惯这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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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好 好 stronge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也是刚好遇到这个来装煤气的大哥在这边装 这边搭的至上都是这样的 那个做煤气老小哥自己搞定 我们先走了 快要下雨了 其实这间释放室也是不错 因为他们这些旧式的空间比较大 第一点 空间一大的话 你摆设就用力 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那些人家柜子啊 尤其是厨房 厨房 女人的天下 那里 锅网瓢盆一堆啊 所以呢不够空间的话 就也是头痛 好了 哇 要下雨了 你看 刚好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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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